各位錶友們好 又到星期二 星期二有一個特別的節目 就是七寶買錶2 上個星期也開始了 上次介紹過CK手錶 其實我覺得價錢挺吸引 幾百元 當然是石英錶 不過CK的名字也算夠響 這次實不相瞞 都是想介紹石英錶 當然不是每個星期都是 不過今個星期都是石英錶 大家看到了 排開五萬六色的石英錶 這是甚麼牌子呢? 這牌子其實是很出名的時裝牌子 我想很多時裝精都會認識 除了CK之外 這隻是Super Dry 最初我以為Super Dry是一個日本牌子 因為可能我真的不太熟悉時裝的東西 Super Dry我以為是日本牌子 因為它很多時在衣服、衣服上 都有些中文字 有些好像漢字 又有些日文 其實出乎我意料 原來Super Dry這個牌子 2003年成立 是在英國成立 是一個英國的牌子 不過它的設計 就走街頭服裝路線 再加上東洋文化 所以我看回原來它很多時的外套 外套的東西上的日文 其實是錯的 只不過是給人的感覺 就是一個很有日本的街頭時尚 其實它就不是真的日本牌子 反而是英國的牌子 真的不查都不知道這些東西 它推出的錶 真的很不蠻綠色的 設計也挺漂亮的 大家看到了 它是石櫻 當然是膠錶 我都給了大家看它的包裝 它都很清楚在後面寫著防水 用日本機芯 通常這些錶都應該是50米防水 用日本的石櫻機芯 都有很多款式可以選擇 例如這裡 其實這裡也有十多隻 總之款式都不同 我想大家真的要慢慢下來看看才知道 它的包裝也寫著British Design 但就是Spirit of Japan 基本上是英國設計 日本精神直譯 這些款式是38-9mm 細小一點 厚度是10mm 也挺薄的 譬如說這隻錶才算 藍色呢 整隻錶的殼、帶子都很搶眼 而且它的錶面也有漸變的效果 你可以看看 而且帶子是超級乾燥的 擔心別人看不到 我想這些錶有甚麼好處呢? 當然有些朋友不喜歡石英錶 但石英錶始終都有它的市場 這些錶的好處是甚麼呢? 首先就是潮流 它是Super Dry 很多潮流、服裝精都會認識這個品牌 Super Dry 第一樣 第二樣就是它真的有很多顏色可以選擇 五彩繽紛 所以你一定有些顏色是適合大家的 即是它不會只有黑和白 你看到又粉藍、又白色、又粉紅、螢光綠 總之大家看看 很多顏色的 一定有些顏色是適合大家的 即是都很配襯到這個夏日的氣色 夏天帶好似我這樣帶上我七吋的手腕 這些錶真的非常搶眼 真的令人聯想起這個夏天已經來到 不是假的夏天 是真的夏天 不是那時三月放的那個暑假 那些學生 這個真的是夏天 現在真的很熱 第三樣就是它都有五十米的防水 當然五十米的防水就不足夠 即是你拿去游泳或潛水 但平日你說洗手下雨那些 一定沒有問題 五十米 我起初還以為是三十米那些 但也有五十米 即是出汗、濕水那些就沒有問題 這一款會大一點 就是四十三mm錶徑 它有兩批 一批是三十八九 一批是四十三 厚度厚少少 就是十二mm左右 這隻錶因為它有條膠帶固住了 那個卡紙 我免得撕開它 因為是全新的 所以我唯有走一走 剛才說到這些錶有甚麼好處呢 剛才說的又說濕水都沒問題 很多顏色給你選擇 其實還有一樣 我還想到最後才說 就是那個價錢 如果你說很貴 很多錢買一隻石鷹錶 那真是不值得的 還要買一隻石鷹膠錶 不對 想想想 那個Swatch的 Moon Swatch 都是石鷹膠錶 雖然它說有計時 但是也炒到幾多千幾多萬 現在應該就不行了 我相信 現在應該有很多貨可以選擇 但是當你知道這個價錢 買一隻這麼funky 這麼多顏色 可以夏天帶出來 形一形的手錶 那又另一個說法 價錢就最後才說 我不喜歡說一開始就說價錢 應該大家看一隻錶線 所以你了解一下這個產品 才說價錢 大家衡量一下 譬如這隻錶 它有白色錶面 但是有些紅色的細節 即指針、錶圈、藍色的殼 再加上這條帶 還有很多些 我也不知道那些是怎樣形容 很多一點點不同顏色 亦都寫著Super Dry 哇 也是那一句 害怕你不知道它是Super Dry 其實我現在一字排開了些錶 大家也看到有兩個尺寸 以及有不同的顏色 但其實這個只不過是上層 讓我拿開上層的錶給大家看看 下面還有很多 其實還有些錶在盒上 我都未有空拿出來 已經是很多很多款 所以大家其實如果有興趣 就可以直接去到這個大角咀的七寶 叫得七寶買錶 當然是七寶才有的 可以去慢慢看看這些款式 我都不會逐個介紹 但總之就是很多顏色 大家都看到 而且它的包裝簡簡單單 但就算買來自己帶 或者送給人 一點一點都不失禮 說到最後 買錶2 買錶2 當然是價錢吸引才行 其實它本身的價錢 定價應該定價 都是四百多元 四百四十多元 四百多元 定價說真的 也不算貴 是否才四百多元 但說得優惠 當然要強一點才行 現在這些錶 大家看到這些錶 全部都是二百三十八元港元 二百三十八元港元 沒有聽錯 再重複一次 二百三十八元港元 其實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太知道老闆可以賺多少 二百三十八元 不過沒有辦法 要優惠大家 會饋錶迷 所以這些錶全部都是二百三十八元 基本上 我覺得自己買來帶也可以 你買來送給親戚也可以 你買來送給小朋友也可以 對吧 你知道我也有個女兒 你買給小朋友 很多時又怕她撒花 弄爛 我發覺原來這些錶 基本上應該便宜過八達通錶 但Super Dry 始終有名氣 還有它現在這麼多顏色 我真的覺得夏天拿出來帶 但是便宜一點 濕一下水又沒問題 其實真的可以考慮一下 二百三十八元 即一千元買到四隻還有找 那也算是這樣的 對吧 我也很希望可以繼續 這個七寶買錶二 即每個星期二 都有些錶和大家分享一下 無論是機械或石英 最重要是便宜 價錢一定要便宜 而且一定要正才行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今天的這一集 希望大家都繼續支持不同的牌子 支持地區小店 真的非常之重要 這也是我的使命 還有支持我繼續拍片 還未訂閱的麻煩大家訂閱 Like和留言 對我來說都很大推動力 我會再努力找多些可愛的手錶 還有找多些隱世的錶行和大家聊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拜拜 拜拜